此时的野马追根石南叶 衣衫都是略显不整 这是因为就在刚才 他们都还在别墅里跟雷天强找来服侍他们的那些女人嬉戏 以野马追根石南叶的脑子自然也想不到 其实他们不知不觉间已经被雷天强当成了枪 没错 雷天强今天就是故意找来了那些个女人 供野马追根石南叶消遣 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他们拖在竹林庄园里 让他们来对付景家的人 很显然这一次还真的让雷天强如愿了 此刻听到野马追根石南叶的话 景同凯的脸上顿时露出惊异之色 上次那些狙击手是你们干掉的 野马追轻笑一声不屑地道 没错正是我们 石南叶也满是嘲讽地道 就你的那些个狙击手 我们都到跟前了 他们还在那里瞄准呢 结果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真是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石南叶的话彻底把景同凯给激怒了 杀了他的人 还敢出言嘲讽 简直是太可恶了 丁红的脸上也同样一片阴冷 说到底 那些狙击手也都是他带出来的 他对于野马追根石南叶的恨意 绝对要比景同凯要生得多 杀了他们 替兄弟们报仇 丁红一声令下 那些手下二话不说 拔出枪来 便同时朝着野马追根石南叶扫射过去 一时间 枪声大作 无数的子弹朝着二人便狂涌而去 然而 野马追与石南叶 各个都是画境级别的高手 又岂会坐以待毙 事实上 早在这些枪手扣动扳机之前 二人便已经提前动身 一左一右地向着两边躲避开来 不得不说 这二人不愧是宗师级别的高手 论速度 根本就不是这些枪手 能够相提并论的 尤其是野马追 野马追最出众的 就是他的速度 当真是快如奔马一般 白居过细 只一瞬间 便彻底消失在了 那些枪手的视野之中 等到那些枪手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见野马追近视 已经从他们的身后杀了出来 这一幕 只把那些枪手们 惊得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 人的速度 怎么可能会快到这种程度 这简直是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能想象的极限 可不管怎么样 再不可能的事情 却也已经发生了 不等这些枪手们反应过来 野马追手里的刀已经杀到跟前 几声嫩响几乎同时响起 几个枪手的身上已经接连被野马追刺穿 心红的鲜血 瞬间狂涌出 不得不说 野马追的出手也是破位很辣 每一刀都是致命 扎心 封猴 窃腹 那些中了刀的人 眼见的是一个都活不成了 另外一边 石南叶也毫不逊色 他的速度 虽然比只野马追掠迅了一筹 可他却另有所长 几道寒芒一扫而过 静直地便朝着那些枪手飞射而去 这些寒芒不偏不倚 全部射在了那些枪手的额头之上 放眼看去 那赫然竟是一片一片的树叶 石南叶 只一瞬间 七八个枪手便已经被放倒在地 而此时的石南叶也已经杀到了那些枪手之中 跟野马追一样 也是朝着那些枪手们 展开了疯狂的杀戮 不 应该说是屠戮 以野马追与石南叶宗师级别的实力 对付起这些普通的景家护卫 确实是与屠杀 也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眼见着自己的护卫 在野马追与石南叶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景同凯的脸色也是越发的凝重起来 上次出现的药无极 实力已经够恐怖了 没想到除了要无极之外 雷天强这边竟然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 这还真是大大出乎了景同凯的意料 此时的丁洪 同样也是面色阴冷 眼看着自己的手下一个接着一个的 像是土鸡娃狗一般的被人弄死 丁洪也是心急如焚 他随即怒吼一声 从腰间抽出匕首 直接便朝着野马追杀了过去 丁洪之前也是接受过专业的舞蹈培训的 虽然他的舞蹈修为有限 可他的舞技却要比同界别的人高出了不少 丁洪是瞅准了机会才出手的 他端起匕首 从背后便直接朝着野马追的后心刺了过去 打的心思 就是要将野马追击毙命 然而 就在丁洪的匕首快要刺到跟前之时 正在与人缠斗的野马追 却是忽然身形一闪 轻而易举的便躲过了丁洪的偷袭 这还不算 在躲过丁洪偷袭的同时 野马追顺手便抓过面前的那名枪手 猛地向前一带 不偏不倚 那名枪手的心脏 直接便被按在了丁洪的匕首之上 队长 那枪手的脸上 写满了惊恐与不甘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最终的结果 竟然是死在了丁洪的手上 此时的丁洪也是瞪大了双眼 震惊不已 他原本是要替那些手下报仇的 结果却失手杀掉了自己人 这对于丁洪来说 心理阴影实在是太大了 而此时野马追 看到眼前这一幕 脸上却是露出了无比得意的笑容 就这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偷袭我 字不量力 丁洪门言更加暴怒 我杀了你 丁洪说着 拔出匕首 疯了一班 便朝着野马追 再次冲了上去 只可惜 他的实力与野马追相比 实在是差了太多 不等他冲到跟前 野马追就猛地一步上前 纵身跃起 膝带重重地 便撞在了丁洪的胸口之上 一声闷响 丁洪瞬间胸口凹陷 整个人顿时便向后倒飞了出去 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 野马追还不罢休 想杀我 你还嫩了点 野马追冷哼一声 端起刀来 直直地便要朝着丁洪刺落下去 一声巨响陡然响起 还没等众人 看清楚是什么情况 便看到野马追整个人 已经被一块横飞而来的警官石 给直接撞飞了出去 警官石在与野马追撞击的一刻 便瞬间爆裂 野马追也是 飞出十几米后 重伤倒地 众人转头看去 原来正是屈燕舞 终于出了手 景同凯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姜还是老的辣 对付这些舞蹈中人 果然还是要看屈老的 此时的野马追根石南叶 都是被屈燕舞的手段所惊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没 屈燕舞虽然只出了一招 可野马追根石南叶 却都已经看出 眼前这个唐庄老者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至少不在他们之下 屈燕舞看着面前的野马 追根石南叶 嘴角露出了一抹不屑的冷笑 欺负这些没修为的普通人 算什么本事 你们不是嫌他们 他太嫩了吗 不如跟我打打试试 野马追面色一宁 一个鲤鱼打挺 便从地上站了起来 老东西 你嚣张了什么 今天就让你尝尝 我们极要鼓的厉害 说吧 野马追脚下猛的一蹬 静直便朝着屈燕舞杀了过去 在野马追那一脚的力道之下 整个地面 竟是都被他给蹬出了一个大坑 借着这股距离 野马追整个人 瞬间飞出了十几米高 双拳之中凝练出一股白色的真气 如同流星坠地一般 便朝着下方的屈燕舞 轰杂而去 另外一边 石南叶也不甘落后 同时也是突袭而来 手中树叶不断地飞射而出 转眼之间 上百天树叶漫天飞舞 带着强大的沙翼 便朝着屈燕舞急射而去 野马追与石南叶 一上一下 双管齐下 而且一出手 就直接使出了权力 这摆明了 是要将屈燕舞一击之命 只可惜 屈燕舞从不是等闲之辈 他的实力 距离那传说中的神境 也只有半步之遥 算是半个大宗师 大宗师 与宗师 虽然只一字之差 可却是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说白了 野马追与石南叶 跟屈燕舞相比 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此时 眼见着二人同时袭来 屈燕舞却是连躲都未躲 只见他不急不缓地抬起手来 朝着天空指去 轻轻松松便将野马追 从空中袭来的拳头 给紧紧地抓在掌中 野马追这一拳 看上去普普通通 可毕竟是宗师之威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超乎想象 如此浑厚的能量 却是被屈燕舞轻松拦下 巨大的能量无处释放 当即便在空中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将四周的草坪都给轰然掀起 连同周围的那些井家护卫们 甚至都被直接震倒在地 我的天啊 众人看到眼前这一幕 全都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一拳的威力 竟然恐怖如斯 这就是武道强者的力量吗 简直是太恐怖了 当然 最恐怖的还是屈燕舞 野马追这一拳之强力 足以将一辆汽车都给砸到变形 可却被屈燕舞单长轻而易举地揭下 实力之悬殊 已经再明显不过 就连野马追 此刻也已经震惊无比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怎么可能 野马追自认为 自己这一拳的威力 足以秒杀同级别的任何一个武道宗师 可却被眼前这个老头轻松化解 那对方的实力 该是已经达到了何种高度 屈燕舞却是没有给野马追 任何多想的机会 说他们嫩 我看 你们也挺嫩的呀 屈燕舞的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冷笑 随即 一股雄魂的距离 便从他的掌心之中轰然爆发 一声嫩响 野马追那被握的拳头 连通后方的手臂 瞬间便被这股距离瞬间摧毁 轰然炸裂 与此同时 石南叶与他放出的那些非叶 也已经洗到了跟前 屈燕舞看都没看 双手在空中陡然一转 接着 惊人那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漫天袭来的非叶 瞬驾便被屈燕舞双掌之中的气流搅动 如同是树叶落入了水流漩涡中一般 瞬间改变了方向 紧接着 屈燕舞手中再次一饮 那漫天的非叶 竟是立刻掉转了方向 静止地便朝着石南叶反击了过去 不好 石南叶吓得大惊失色 他第一时间便要躲避 只可惜 这些非叶反击而来的速度 竟是比他射出去的速度还要快 快到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躲避的机会 下一刻便只听扑扑扑扑一阵闷响 几十片非叶便如同几十把飞镖一般 直直地扎进了石南叶的身前 石南叶的腿上 手上 胸口之上 还有额头面容之上 到处都扎满了非叶 腥红的鲜血瞬间狂涌而出 他整个身体就如同是一个巨大的漏斗一般 眼见着是活不成了 周围众人眼见这一幕 忍不住地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本 他们以为野马追根石南叶的实力已经够强了 结果没想到 这种强者在去暗武的面前 竟然连一招都没走过 就落得一个一死一重伤的结果 这差距 未免也太大了 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真的是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石南叶当场毕命 就剩野马追断了一条手臂 浑身鲜血的强撑 只不过 他看向去暗武的目光里 已经充满了恐惧 神境 你竟然已经快要 迈入神境 野马追的脸上 满是震惊之色 半部神境大宗师 这种级别的高手 他平生也就只见过一个 那就是 他的师父要无几 却没想到 眼前这个唐装老者的实力 足以与自己师父并驾齐驱 再想想 他与石南叶 竟然敢挑战这种级别的大高手 那当真是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当真是死有余辜了 这时 景同凯也走上前来 看着野马追 一脸不屑地道 现在才知道驱老的实力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雷天强呢 让他滚出来见我 野马追自知自己是活不成了 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冷笑道 那只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雷天强根本就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景同凯不屑地道 他有胆量往我父亲的寿宴上送棺材 却没胆量承受我们景家的怒火 只留了你们两个人在这里当挡箭牌 什么地下龙头 原来 也不过只是一个胆小懦夫 缩头乌龟而已 寿宴 送棺材 听到这些字眼 野马追顿时愣在原地 他也不傻 随即便想明白了一切 被算计了 怪不得雷天强今天这么好心地 送了几个美女过来让他们消遣 原来是故意要把他们留在这里 抵挡景家的怒火 该死 这个雷天强 简直是太该死了 野马追仰天怒骂 景同凯却是懒得在废话 随手一挥 便听哒哒哒哒 一阵枪声响起 无数的子弹射向野马追 只一转眼的功夫 野马追的身前 便被射出了几十个密密麻麻的弹孔 整个人如同一个巨大的马蜂窝一般 鲜血狂勇 毕命当场 野马追死不瞑目 他到死 心中都充满了对雷天强的怨恨 看着地上野马追根石南叶的尸体 景同凯的脸上 却并没有丝毫的喜色 他今天来这里 是要找雷天强报仇的 就这两个小喽啰的命 还无法泄他的心头之恨 景先生 雷天强肯定是故意躲起来的 咱们一时半会儿 怕是很难找到 现在该怎么办 丁红面色阴沉地问道 死了这么多弟兄 丁红也是恨不得 立刻就把雷天强手刃 心中的恨意 丝毫也不亚于景同凯 景同凯轻哼一声 冷笑道 躲 我倒是要看看 一个小小的怀城 他还能躲到哪里去 现在就给郭伟赵打电话 让他派人 给我全程搜捕雷天强 丁红文言 不由得眼前一亮 是啊 他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想要把雷天强从怀城挖出来 根本就不需要他们动手 只需要警方那边稍微派出点人 就能够轻松解决了 就照着通缉犯的规格去搜捕 哪怕是雷天强插上翅膀 这一次 怕是也难逃了 当天下午 小旅馆内 正对着破旧电视 看着无聊的连续剧的雷天强 已经接到了竹林庄园那边的消息 你说什么 野马追根石南叶 全死了 雷天强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他看来 野马追根石南叶 乃是真正的高手 几乎是无人能敌的存在 他原本还指望着野马追根石南叶 能够替自己把景同凯给除掉呢 结果没想到 死的反倒是他们 这简直是太让人失望了 汇报情况的手下 重重地点了点头 没错 全死了 而且死的一个比一个惨 不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景家那边好像找来了一个高手 不出一招 就把野马追根石南叶 全部放倒了 那可真叫一个厉害呀 雷天强文言 更是震惊不已 一招就把野马追根石南叶放倒 这实力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呀 简直是恐怖 雷天强此刻忽然有些后悔起来 早知道景家那边也能够找来这么厉害的帮手 他就不应该去除景家的眉头啊 弄到现在 雷天强真是觉得有些骑虎难下了 然而 更让雷天强后悔的还在后面 只听那名汇报情况的手下又想到了什么 接着说道 对了 强爷 还有件事没来得及跟你说 景家 好像已经跟治安局那边打了招呼 他们想要借助警方的力量 把你给挖出来呀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雷天强简直是如遭雷击 原本 这只是他跟景家之间的私人仇恨 没想到 景家竟然直接把治安局的人都给牵扯进来了 这个景家还真的是 玩不起呀 一言不合 就全程搜捕 这怀城 说什么也不能呆了 与此同时 在郭伟赵的命令下 整个怀城的治安力量 都在全力搜捕着雷天强的行踪 郭伟赵那边给雷天强定的罪名 是杀人犯 老板 拿瓶水 徐洛威从老板手里接过水 刚要付钱 这时 他的余光忽然扫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雷天强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老行征 徐洛威的观察能力早就易于常人 尽管对方就只是露出了一个背影而已 可徐洛威还是一眼就认出 那个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正处于通缉之中的雷天强 徐洛威心中不禁一喜 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与此同时 陈东也刚刚从医院下班 正准备要回村 正当这时 他的目光忽然看到了路边快步行走的徐洛威 陈东嘴角不禁露出一抹笑意 这怀城还真是够小的 怎么走到哪里 都能跟这个女人遇上 正当陈东刚要叫住徐洛威的时候 他却敏锐地感觉到 徐洛威的表情有些不太对劲 徐洛威此时的表情 明显是带着一丝紧张与严肃 这模样 哪里像是在逛街 分明更像是在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 陈东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的目光随即潜移 随即 一个熟悉的背影 便立刻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 雷天强 没错 正是雷天强 这一路上 陈东也早就听说了 雷天强正处于被通缉的消息 想到这里 陈东不禁皱起了眉头 原本 以徐洛威的身手 对付一个雷天强 并不足为惧 可要知道 如今的雷天强 完全就是亡命之徒 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而且 最关键的是 雷天强那边 还有急要谷的人 这要是有个万一 徐洛威一个人 只怕是难以招架的 随后 陈东再没有多想 把车停到路边之后 赶忙便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徐洛威离开的方向 追了上去 徐洛威一边跟老尹通着电话 报告着这边的情况 一边快速地跟随着雷天强的脚步 我们现在的位置 在建设路与龙华路交叉口 往西200米的小巷子里 马上就要到 徐洛威一边快速跟进 一边轻声会抱着位置 然而 话还没说完 徐洛威却是忽然猛然一惊 徐对 怎么了 电话那头 老尹诧异地问道 然而 电话那头 却迟迟没有 徐洛威的声音传来 与此同时 小巷之中 徐洛威已经感受到了 那底在背后的冰凉 整个人彻底愣在了原地 这时 他的耳边 便传来了一个阴沉的声音 一个人就敢跟过来 你很勇啊 雷天强的声音里充满了杀意 这么勇 那你就去当劣士好了 雷天强说着 不由分说 就要直接扣动扳机 跟陈东想的那样 此时的雷天强 就是一个亡命之徒 他才不会在乎 对方是普通人 还是治安员 在他看来 不管是什么人 都不过是锦家 找来对付他的帮手而已 都得死 只是 还没等雷天强动手 徐洛威却是猛的一个闪身 以极快的速度 闪开了雷天强的枪口 一颗子弹迸射而出 紧贴着徐洛威的身形 呼啸而过 再慢半秒 徐洛威就是一个死人 躲过子弹之后 徐洛威顺时一个转身 一把抓住了雷天强的手臂 徐洛威手中猛的发力 扣住了雷天强的手腕 直接便将雷天强手里的枪掰落在地 紧接着又是一脚过去 正中雷天强的胸口 雷天强闷哼一声 整个人便直接向后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趴倒在了地上 看着地上疼得咳嗽的雷天强 徐洛威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不屑地倒 一个垃圾 还想让老娘当烈士 配吗你 徐洛威说着 从腰间拿出手铐 直接就要将雷天强逮捕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却是忽然响起 他不配 你看看我配吗 话音刚落 只见一股黑色的烟雾陡然而至 静直地便朝着徐洛威的面门 飞袭而去 就在那黑色烟雾袭到分前时 一张带着冷笑的人脸突然出现 不是别人 正是要无极 而与人脸一起出现的 还有要无极手中的刀 直指徐洛威的眉心 徐洛威心中陡然一惊 冷汗瞬间尽失了后背 这一刻 徐洛威心中一片绝望 甚至已经做好了 要迎接死亡到来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却是忽然从一旁飞升而出 一把拦住了徐洛威的腰身 瞬间便将徐洛威给带到了一边 要无极这一刀 算是扑了个空 徐洛威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还有逃脱的机会 下一刻 当他看到身旁那个将他带离绝境的身影时 顿时愣住 怎么是你 没错 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陈东 又是陈东 每一次徐洛威身处险境的时候 也总是陈东突然出现 替他化解一切 不是我 还能是谁啊 陈东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他随后瞥了一眼徐洛威那纤细的腰身 带着玩味的说道 不过话说 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 你这身材 要多吃点东西才好 再胖一点 这样才能显得人称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这家伙竟然还有心情跟自己开这种玩笑 事实上 陈东说的可都是认真的 此时 要无极看到面前突然出现的陈东时 脸色也是瞬间阴沉了下来 是你 徐洛威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说道 陈东 你来得正好 雷天强现在是通缉犯 他要跑 你可千万别放走了他 徐洛威这是把陈东当成救命稻草了 刚才那个可以化作黑物的老者 实力实在是太强 以他的能力 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 现在有陈东在 他的底气终于足了一些 雷天强温言表情瞬间变得阴狠起来 姓陈的 你想干什么 咱们可是说好了 井水不犯河水的 难道你是要反悔是吗 一旁的药无极 此刻面色也是一片凝重 已经做好了要时刻迎战的准备 尽管他也不太愿意跟陈东这样的高手对决 可眼下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雷天强这样一个合作者 替他在淮城开拓市场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 事实上 他今天就是接到了雷天强的消息 说是被全城通缉 无法逃脱 要无极 这才前来帮忙的 本来接到人之后 要无极就打算带着雷天强直接出城的 结果没想到 刚好被徐洛威给遇到 徐洛威本以为 天不怕地不怕的陈东 肯定不会将眼前这个要无极还有雷天强放在眼里的 然而 陈东的回答却是让徐洛威出乎意料 你们可千万别误会 陈东满脸笑意地倒 我纯粹就只是路过而已 路过 雷天强一脸狐疑 显然是不太相信 陈东点了点头 没错 顺道 把我这个没有眼力见的小朋友带走 省得他爱了你们的事 雷天强看了一眼旁边的徐洛威 顿时明白了一切 却仍旧有些将信将疑 一旁的要无极 却是赶忙顺势说道 既然是一场误会 那你就赶紧带着你的这位小女朋友离开吧 另外 好心提醒一句 现在外面的势道不太平 还是让你这位小女朋友 以后尽量少管点现实吧 要不然 容易引火上身啊 陈东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多谢提醒 我会教他的 说吧 陈东拽着徐洛威的手 就要带他直接离开现场 却被徐洛威一把甩开 我不走 我还要抓人呢 徐洛威这样的跟头驴一样 竟然还要去抓雷天强 陈东顿时一阵无语 这个女人 还真是看不清形势啊 一百个他怕都不是要无极的对手 就这样一个人还想去抓人 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跟我回家 陈东揽得废话 一把揪住徐洛威的脖子 像是抓小鸡仔一样的 就把他带离了现场 看着陈东当真就这样离去 雷天强一脸狐疑 陈东出现在这里 难道真是巧合吗 此时的耀无极 也是长松了一口气 他本身也是不愿意 跟陈东发生正面冲突的 现在陈东真的离开 避免了一场大战 耀无极也觉得有些侥幸 好了 抓捕的人快到了 我们走吧 要无极说罢 化作一股黑色烟雾 带着雷天强 便直接逃离了现场 另外一边 徐洛威也已经被陈东 带回到了车里 刚才一路上 徐洛威都在不断地反抗着 想要挣脱陈东的束缚 直到此刻也都没停下 陈东 你怎么回事啊 雷天强可是通缉犯 你怎么能就这么放他走呢 你赶紧放我下去 我要把他抓回来 徐洛威说着 就要拉开车门 却被陈东一把拦住 抓个屁抓 陈东毫不客气地怒骂道 你知不知道 刚才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知不知道 那个要无极的实力有多强 只怕你带着特警过去 都不是他的对手 就你一个人 还想从他的手底下 带走了一天墙 那怕是在想屁吃 徐洛威震了一下 尽管他心有不甘 可还是不得不承认 陈东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 以他的实力 确实不可能是那个要无极的对手 那不是 还有你的吗 徐洛威一脸梗直地道 听到这话 陈东顿时一阵哭笑不得 这个女人还真是一点不拿她当外人啊 大姐 你想什么呢 我就只是一个小老百姓而已 最多当了热心市民 给你们提供提供线索什么的 我犯得着为了去抓捕逃犯 而披上自己的性命吗 你们给我发工资吗 徐洛威文言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难道你以为 我们警察抓坏人 就只是为了工资吗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陈东无言以对 他很清楚 有些职业 尤其是像徐洛威这样的职业 用心工作 从来都不是为了 那少得可怜的工资而已 而是真正的为了心中的某种坚守 某个理想 徐洛威觉得 他的这些理想 是不可能被陈东这种人所理解的 他也懒得跟陈东废话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你不想去抓人 我也不勉强你 可我是警察 这件事 我必须要去做 你赶紧给我让开 徐洛威说着 一把推开陈东 就要开门下车 陈东也知道 就徐洛威这种倔虑脾气 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 与其跟对方对着干 还不如顺着他的脾气 这样至少还能确保他的安全 行吧 您最终的目的不就是想抓人吗 那我保证能让你把人抓到 不就行了 徐洛威顿时眼前一亮 你的意思是 你终于肯出手了 算是吧 陈东随口敷衍道 随后又叮嘱道 我可以帮你们抓住雷天强 不过 你必须要听从我的指挥 这一点 你能做得到吗 徐洛威想都没想 直接点了点头保证道 你放心 只要能抓住雷天强那个恶棍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见到徐洛威态度如此诚恳 陈东也没有废话 发动了汽车 便直接上路 伴随着一阵引擎的轰鸣声 武林洪光便以极快的速度 在道路上狂奔起来 在陈东精准的操纵之下 武林洪光犹如一个幽灵一般 在道路之上急速穿梭 左右腾挪 如鱼得水 副驾驶位上的徐洛威 此刻也是不得不赶忙扯过安全带 给自己扣上 在惊讶于陈东车技的同时 徐洛威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 你开这么快 难道你知道雷天强要往哪逃吗 在徐洛威看来 也就只有对雷天强的逃离路线完全之情 才能够做到如此没有停顿的一路追踪 陈东却是轻笑一声 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问题了 事实上 陈东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追踪 并不是因为他知道雷天强的逃跑路线 而是因为从刚才开始 陈东就已经开启了黄金龙筒 对耀无极逃离的方向进行了锁定 以陈东如今的修为 黄金龙筒的能力也早已大大增强 至少能够扫视方圆几十公里内的一切 尤其像是耀无极这种级别的高手 本身的气息就与普通人有着天壤之别 在陈东黄金龙筒的扫视之下 耀无极的气息就如同是黑夜中的一盏烛火一般 清晰可见 自然是很容易就能够被陈东探查 可以说是无所遁形 不过追踪归追踪 陈东可并没有打算要跟耀无极发生正面冲突 因为他已经想好了更省力的办法 随后陈东便对徐洛威说道 别愣找了 你不是想抓雷天强吗 还不赶紧把实施位置通报给你的人 陈东这一提醒 徐洛威才赶忙反应过来 拿出手机便开始与老尹他们取得联系 然而 这时去听陈东又接着说道 记住 位置可以通报给你的人 可一定要让你的人与雷天强保持至少一公里以上的距离 没有我的命令 一定不能随便靠近 什么 徐洛威当场愣住 保持一公里以上 不能随便靠近 这还怎么抓人啊 你没搞错吧 徐洛威不满地说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为什么 这是我的命令 此时的陈东 完全就是一副霸道长官的架势 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徐洛威尽管心中有诸多不满 可毕竟他之前答应过陈东 只要能抓住雷天强 那陈东说什么 就是什么的 而且 徐洛威对于陈东的能力 也是有信心的 至少 陈东答应过的事情 就没有没实现的 所以这一次 他也坚定 陈东之所以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肯定是有他的独特用意 所以 徐洛威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照做 事实上 徐洛威的猜测并没有错 陈东之所以这样安排 确实是有他的用意 陈东之所以不让警方的人 与雷天强保持距离 不要轻易靠近 完全就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 因为以那些警员的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是要无极的对手 要是随便冲上去 完全就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陈东想让那些警员们做的 只是守株带兔 坐享渔翁之力而已 至于雷天强的命 自然有其他人替他们去收 半个多小时后 在陈东黄金龙铜的一路追随之下 终于确定了要无极最终的落脚地 此时早已出了淮城城区 已经到了淮城郊外的一处山林之中 徐洛威也早已惊叹不已 亏他们还在城里面又是全城搜捕 又是设卡堵截的 结果再要无几那种高手的面前 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若不是有陈东帮助他们一直追踪 只怕他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雷天强早都跑远了 他们都还不知道呢 现在怎么办 他们不动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实施抓捕了 徐洛威急切地问 陈东却是摆了摆手 让你的人原地待命 原地待命 徐洛威愕然 什么意思 陈东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着徐洛威 没好气地说道 还能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都不要做的意思 什么都不做 那我们怎么把雷天强抓捕归案啊 徐洛威一脸不解 难道他还能自己送上门不成 陈东轻笑一声 饶有一味地道 那还真说不准 我就怕 他就算是想自首 也没那个机会了 啊 徐洛威更加一头雾水了 完全听不懂陈东在说什么 陈东也懒得解释 这时 徐洛威的手机 却是忽然响了起来 看了眼来电显示 徐洛威顿时皱起眉头 这是局里办公室的电话 是郭伟照 徐洛威对于郭伟照 可向来没什么好印象 对方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徐洛威只觉得没那么简单 陈东立刻就想到了什么 随口说道 郭伟照这个时候打电话 肯定是想让你的人去当炮灰 记住 不管他怎么说 你都尽量消极一点 听懂了吗 消极 徐洛威再次愕然 陈东今天的这些操作 他真的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陈东点了点头 没错 不想你的兄弟们去送死的话 就照我说的去做 听懂了吗 陈东很清楚 郭伟照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肯定是要让徐洛威 带着二队的人 前去抓捕雷天强 而郭伟照肯定也清楚 以徐洛威这些人的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是要无极的对手 所以到了最后 徐洛威这边就算不全军覆没 也要损兵折将 跟要无极那边打个两败俱伤 于死网破 到那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通知景家的人 过去收拾残局 或者再派出他儿子郭帅 前去捡漏 这一波操作下去 要么是能够给自己清除一级 要么是能帮自己儿子立功 总之 这一切对于郭伟照来说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得不说 这个郭伟照 还真的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 只可惜 这一切的盘算 在陈东面前 完全不够看 徐洛威虽然不知道 陈东打的是什么主意 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陈东 打定主意 按照陈东说的来做 随后 徐洛威便按下了接听键 并且打开了免提 郭局 请问你有什么指示 电话那头传来郭伟照 严肃的声音 徐洛威 你现在是在牛背山附近是吧 这样 你现在就带着你们二队的人 深入牛背山 对雷天强进行抓捕 记住 雷天强这个人 对于我们治安局来说很重要 所以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一定要把他抓捕归案 听懂了吗 郭伟照完全是一种命令的口吻 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 而徐洛威 在听到郭伟照的话后 顿时气得想骂娘 果然 还真的是让陈东说对了 郭伟照打电话过来 还真的是想让他 跟整个二队的人 去当炮灰 郭伟照明知道 雷天强身边有药无极量的高手 即便是全人出动 甚至带上特警 都不一定能够是对手 结果郭伟照却非要让他跟二队的人去打头阵 这分明就是要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呀 说实话 以徐洛威的处事风格 不管前面有多大困难 他都愿意去拼令完成任务的 换作以往 郭伟照下达这样的命令 他可能想都不想 就直接答应了 可这一次 因为有陈东提前给他打预防针 所以徐洛威才一下子就分辨出了郭伟照的歹意 既然如此 那徐洛威自然就不会再上当 徐洛威随即打得哈欠 故作慵懒地说道 郭局 您说什么呢 我今天休假呀 现在正躺在家里睡觉呢 上哪去抓人啊 休假 郭伟照愕然 徐洛威点了点头 是啊 我的假条还是你给批的 你这么快就忘了 话说回来 我虽然休假 可你儿子 郭帅今天可是在上班呢 郭帅的能力可比我强多了 这么重要的任务 要不还是让他去吧 保证能给你完成任务啊 你 郭伟照气得不行 他就算再傻 此刻也已经明白 徐洛威这分明就是故意的 随即 郭伟照二话不说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开了挂断的手机 徐洛威的脸色冷若冰霜 这个郭伟照 竟然把他跟兄弟们视作牺牲品 简直是太可恶了 徐洛威真希望 能够赶紧把这样的垃圾领导 从他们纯洁的队伍里清除出去 你不需要跟老尹他们打个招呼吗 陈东提醒道 徐洛威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郭伟照指挥他指挥不动 万一直接给老尹打电话 让他们直接行动 那就糟了 徐洛威随即便赶忙给老尹打的电话 把行动宗旨跟他们讲述了一遍 老尹他们对徐洛威的指令 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 有徐洛威的命令摆在那里 就算郭伟照有天大的本事 怕是也指挥不动了 跟老尹通完电话之后 徐洛威才又将目光 放在了陈东身上 陈大军师 咱们现在该干什么 徐洛威看着陈东 一脸诚恳地问道 经过了刚才的成功预判之后 徐洛威对于陈东的能力 更加了解 所以对陈东也更加信任 陈东耸了耸肩 随口说道 什么都不用做 等着就行了 等 没错 等 随后 陈东又低头看了一眼 徐洛威身前那对 快要将衬衣撑破的傲然 饶有意味地接着说道 当然 如果你觉得干等无聊 想在这车里 跟我干点其他的事情 我也不反对 与此同时 怀城至安局 一把办公室里 听着电话里 一个接着一个的盲音 郭伟照气得要死 从刚才开始 他已经接连给老尹 他们几个二队的队员们 打好几个电话 结果没有一个能够打通的 当然 事后 老尹他们肯定会说 山里的信号不好 所以电话打不通 可挨天杀的 就在几分钟之前 郭伟照给老尹打电话的时候 电话里提示的 还是通话中 郭伟照就算是再傻 此刻也已经明白 肯定是徐洛威提前给老尹 他们通了气 所以对方才不肯接电话的 这个徐洛威 简直是一身反骨 这时 郭伟照的手机忽然响起 是儿子郭帅打来的 郭伟照随即按下了接听键 爸 我们现在已经到牛背山了 那个雷天墙 盛世就在山里啊 要不我现在就带人进去抓人吧 这可是个立功的大好机会啊 郭帅激动不已 一副郁郁郁郁郁市的样子 郭伟照却是气得要吐血 抓个屁抓 郭伟照气得破口大骂 雷天墙身边有大高手坐镇 就你现在过去抓人 等于是送死知道吗 啊 那 那怎么办啊 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啊 郭帅仍旧是有些心有不甘的样子 听到这话 郭伟照气得说不出话来 连命都快保不住了 竟然还想着立功 他郭伟照 精明一事 怎么会生出这么傻逼的儿子 立功的事你就别想了 先把小命保住再说吧 说吧 郭伟照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思虑一翻之后 郭伟照还是决定 拨通了景家的电话 这件事情是因为景家而起 本来他是想着 把事情办得差不多了 再去景家那里邀功的 不过现在 既然抓捕无法推进 那还是干脆交给景家的人自己去处理好了 反正好人 他也已经当得差不多了 电话很快接通 电话那头传来了景同凯的声音 喂 景先生 雷天强现在已经被我们围在牛背山里了 不过他手底下好像有大高手作证啊 我们的人根本不是对手 你看现在 我知道了 你让你的人在外面守着就行了 剩下的事情 你们就不用管了 好的 景先生 那我现在就 不等郭伟照话说完 那边的景同凯就已经挂掉了电话 看着挂断的电话 郭伟照郁闷得不行 可也无可奈何 另外一边 景同凯挂掉电话之后 便直接带着人出了门 直奔牛背山而去 这一次 雷天强插翅也难逃 与此同时 牛背山 这里位于淮城郊外 地处偏僻 平日里人际罕至 耀无极将雷天强带出城之后 便直接带着他来到了位于牛背山中的一处山谷洞穴之中 自从来到淮城之后 耀无极便将这里作为了自己的落脚地 平日里就在这里修行 在耀无极来到这里之前 这整个山谷完全是处于未曾开发过的状态 到处都是荒草 现如今 整个山谷却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往来还有不少吉耀谷的弟子在忙碌着 这里显然是已经成了吉耀谷 在淮城这边的分舵 事实上 之前要无极也的确是有这个意思 如今的淮城 正处于风云骤变的关键时刻 要无极 自然是要为吉耀谷的未来提前谋划 行了 这几天 你就暂时先在这里休息吧 这里地处偏僻 警察那边做梦都不会想到 你会藏在这里的 要无极随口对雷天强说道 多谢谷主 您的大恩大德 我雷天强莫尺难忘啊 雷天强朝要无极拱手说道 要无极大手一挥 不以为然地说道 算了 你也是为了给我售卖撞起单 所以才会被警家针对的 我就你 也是应该 要无极不提警家还好 一提警家 雷天强就气不打一出来 谷主 警家也欺人太甚了 本来之前你亲自出面 我还以为警家会见好就收 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 结果没想到 他们不仅继续找我们的麻烦 甚至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这也太不讲武德了 随后 雷天强又故作不知情地说道 对了 之前景同凯还带人杀到了竹林庄园 我本来是想提前通知野马追根石南叶的 可谓是已晚 我逃出来的时候 听说竹林庄园那边已经出了事 依我看 野马追根石南叶 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呀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要无几的脸色 也是瞬间阴沉了下来 野马追根石南叶 好歹也是他的真传弟子 是他的心腹 结果就这样 死在了景家人的手里 这等于是打他的脸 雷天强也是趁机火上浇油 谷主 景家人如此嚣张 那是根本就不给你面子啊 他们不仅坏了你的生意 还杀了你的人 你可一定不能轻牢了他们啊 耀无几冷哼一声 声音冰冷地说道 放心吧 景家 活不了多久了 我管他什么背景 什么地位 敢跟我吉耀谷作对 我就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 彻底消失 耀无几话说的霸气 也的确是有这样的底气 以耀无几堪比大宗师的实力 在普通人面前 简直是堪比神明 尤其 耀无几最擅长的还是用药 药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毒 所以 以耀无几的能力 不管是大张旗鼓的杀 还是悄无声息的毒 景家 都绝对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跟案板上的鱼肉 也没有任何区别了 听了耀无几的话 雷天强顿时惊喜万分 在他看来 只要耀无几肯出手 那景家就算是彻底完了 只要景家一垮台 那他的通缉令 立刻就能够撤销掉了 到时候 怀成 就还是他的天下 随后 雷天强又想到了什么 问道 对了 谷主 小盛的情况 现在怎么样了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按道理 他的病情应该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吧 要无几点了点头 没错 的确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雷胜的事情 你就不要太操心了 把它交到我的手上 难道你还不放心吗 放心 当然放心 雷天强连连点头 要无几又接着到 雷胜的恢复 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用不了多久 你们父子二人 就能够重逢了 真的吗 雷天强喜出望外 那可真是太好了 多谢谷主 多谢谷主啊 哈哈哈哈 要无几懒得 在跟雷天强废话 随即便摆了摆手 行了 你先下去休息吧 我要开始修行了 好的 谷主 那我就不打扰了 雷天强说罢 便随着一名弟子 转身离开 等到雷天强离开之后 要无几的目光 才落到了洞穴正中的一个单炉之上 单炉的下方 烈火熊熊 而那单炉上方的炉体之中 一团黑色的东西 正缓缓涌动 雷天强随着那名弟子回到房间之后 原本是要直接休息的 可他刚躺下没多久 就听到外面一阵喧哗声响起 雷天强察觉到了不对 赶忙便冲出了房间 刚走出房间 正好看到药无疾正带着一众弟子 气势汹汹的就要冲出洞穴 雷天强赶忙迎了上去 谷主 怎么回事 这到底什么情况 药无疾面色沉冷地道 还能怎么回事 还不是井家的人 井家 雷天强愕然 不可思议地道 这怎么可能 井家的人怎么会知道 我在这里 我怎么知道 兴许是他们用了什么现代科技手段吧 药无疾也显得有些郁闷 说实话 要是早知道就一个雷天强这么麻烦 他之前也就把雷天强留在城里 让他自生自灭了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药无疾对于井家 也已经耗尽了所有的耐心 他们来得也正好 自己送上门来 也省得我再去跑一趟了 今日 我就让他们 有来无回 对于井家 药无疾要已然起了杀心 雷天强闻言 顿时眼前一亮 看来 这是有好戏要看啊 雷天强也早就看井家不顺眼了 又怎么会错过这个看到井家被收拾的大好机会 于是 雷天强二话不说 便直接跟着药无疾一起走了出去 一出洞穴就看到山谷对面 几十个身影已经呈现出了扇形阵列 朝着这边包围了过来 正是景同凯带着丁红等一众井家的护卫前来围剿 廖无疾不仅冷哼一声 随即纵身一跃 整个身形便化作一团黑色的雾气 腾起在了半空之中 大胆小 竟然敢擅闯我急要鼓 自寻死路 井家的那些护卫们 都是被眼前的一幕给深深地震撼到了 要无疾的这般手段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景同凯的脸色 此刻也是彻底变得凝重起来 上次被要无疾在车厢里威胁时的那种紧张感 又重新回来了 景同凯第一时间便看向一旁的曲艳舞 轻声问道 曲老 你有把握吗 此时的曲艳舞 仔细地审视了一番眼前的要无疾 脸上也是露出了亚异之色 半部大宗师 眼前这个能够化身黑雾的意识 竟然是一个半部大宗师 这般修为 的确是足够高深 甚至 连曲艳舞都不敢小觑 不过 这几日的曲艳舞 也已经算是今时不同往日 他正需要一场大战 来助自己突破修为 所以 像是要无疾这样的对手 对于曲艳舞来说 来得刚刚好 曲艳舞随即洒然一笑 风轻云淡地说道 放心吧景先生 不足为惧 不足为惧 这四个字顿时便让景同凯重燃信心 腰板也是瞬间挺直了 既然屈艳舞有信心击败药无疾 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景同凯随即站了出来 看着空中的药无疾冷亨道 自寻死路 今天是谁死 还不一定呢 随后景同凯又看向雷天强 冷亨道 雷天强 你可以啊 原本上次 我们景家给了你们机会 不想再跟你们这种垃圾计较 可你们倒好 竟然敢往我父亲的寿宴上送棺材 当了那么多人的面 羞辱我们景家 我看你还真是 给脸不要脸啊 雷天强很是不服 你们景家前一天 保证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结果转头就去砸我们的厂子 害得我损失了几个一的撞起蛋 你们这也叫给我们机会 我看 是你们景家 给脸不要脸才对 景同凯气急返效 砸你们的厂子 我们景家有这么闲吗 雷天强愕然 一时听不出真假 景同凯却是懒得跟雷天强废话 行了 废话少说 不管怎么样 你敢当众羞辱我景家 已经算是犯了天调 今日 你就拿你的狗命 恕罪吧 动手 杀光他们 一个不留 景同凯一声令下 丁红带着那些景家护卫们 立刻发起了突袭 一时间 枪声大作 无数的子弹 朝着山谷中的那些 集药谷弟子们 便扫射而去 七八名弟子 瞬间被当场射杀 不过这些集药谷的弟子 也都是有修为 在身的舞者 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 眼见了子弹不断袭来 剩余的弟子很快反应过来 立刻朝着四周散开 只一瞬间 那些弟子便彻底逃出了那些枪手的视野之内 此时 半空中的药无疾 也已经彻底暴怒 这些景家人打上山门不说 还敢杀他的弟子 简直是找死 找死 给我杀 药无疾怒吼一声 静直地便朝着景同凯冲了上去 那些集药谷的弟子 此刻也都是如同一头头猛虎一般 从四面八方 便向着那些枪手们反扑了过去 一时间 双方人马厮杀成一片 整个山谷之中 瞬间一幅血腥景象 此时的药无疾也已经冲到了景同凯跟前 一柄长刀刺破黑雾 做事就要将景同凯斩于刀下 只是 还没等刀尖刺到跟前 屈焰武却是突然出手 只一招 药无疾手中的刀便被直接弹飞了出去 药无疾脸色陡然一变 看向屈焰武的目光里 也充满了惊意 原来这就是景佳请来坐镇的大高手 扫尸一番之后 药无疾的脸色也是略显凝重 眼前这个唐装老者的实力 至少不在他之下 以药无疾的实力 也并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 只是 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就对了 化作平时 药无疾是不愿意跟这样的高手为敌的 可是今天 显然是已经无可避免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拼尽全力了 多管闲事 给我死 药无疾怒吼一声 身形一闪 便直接朝着屈焰武冲了上来 一时间 二人瞬间缠斗在了一起 两人交手之间 无数的气劲迸射而出 发出振振爆裂之声 巨大的冲击波 将周围的众人都给振得到飞出去 甚至当场震出了内伤 实力到了药无疾与 屈焰武这种程度 已经快要超出了肉体繁胎的范畴 他们之间的对决 在普通人眼中 也是跟神仙打架差不多 普通人离得太近 也只会遭殃 景同凯看着眼前激战正憨的两位大高手 心中也是惊叹不已 幸亏今天有屈焰武坐镇 要不然 以这药无疾的实力 杀他们所有人 简直的碾死一群蚂蚁 也没有任何区别了 此时 交战中的药无疾跟屈焰武 也都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对方的实力 尤其是药无疾 交手之前 他本以为自己与劝武的实力相当 可实际加收之后 他才意识到 两人之间还是有些差距的 而高手之间的这些差距 足以要了他的命 药无疾心中 已经暗自下定了决心 今天他定是要将自己所有的手段 都毫无保留地使出来了 只有这样 他才有机会能赢 若不然 他今天怕是真的有可能要栽在这个唐庄老者的手里了 随即 药无疾手中陡然掐出一个手绝 药无疾本身是舞者 修饰的手段 他也只是略有修炼而已 而这个手绝 便是他修炼的 最能拿得出手的手段了 黑云压长 下一刻 只听轰的一阵闷响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面前的药无疾忽然化作一团巨大的烟雾 膨胀开来 只一瞬间 周围上百米的范围内 都被黑色的雾气所笼罩 而此时的屈炼舞 身处于这黑色的雾气之中 如同陣入到了虚空一般 伸手不见五指 甚至连空间都快要感受不到 与之一起消失的 还有药无疾身上的所有气息 此时的屈炼舞 就好似一个走在大街上 突然失灵的病人一般 瞬间无措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